在安徽省匪西县驾梁工地现场 中铁四驱八分公司的高级技师宅长青 正在为900吨运驾桥机进行安全检查 而他参与研制的中国第一台450吨 及900吨运驾桥机和CPG500铺轨机 被业内人士比喻为中国实现高铁跨越的旗跳板 让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 然而在宅长青的镜像中 之前的铁路却并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我们上班的时候坐火车 感觉到是一个是人特别多 还有一个是速度特别慢 甚至多到我们出差去后 都会一直从头站到尾 那么通过2005年 尤其这个高铁大发展到现在 我们平常现在出差 坐上高铁一个是很快的速度 一个是比较舒适的座位或者是卧铺 现在能享受到一个高速快捷便利的一个方便的一个行程 1981年 翟长青从湖北省香凡市技工学校毕业 后进入中铁四局八分公司工作 开始与铁路建设朝夕相伴 这一干就是36年 建设初期 铁路的铺架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这些针对日本和西欧各国国情研制的设备 在面对地形 地质 环境气候复杂多样的中国来说 无疑给铁路基本建设带来了很多困难 尤其是在现代化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时候 这些引进的设备常有水土不服的症状 为了适应中国铁路建设发展 翟长青在2000年4月参与并研制了中国第一台CPG500铺轨机 这个一般的应用在就是这个有渣道床上 因为原来我们国家的有渣道床都是以小铺轨机 都是以25米一节的进行铺轨 那么这个成功以后 我们国家在这个有渣道床上就可以一次性铺设500米 包括整个一次性铺设完毕 第一个是提高了功效 第二个改善了这个人的劳动强度 然后掌握了一些我们国家自己有自己开发的一种核心的技术 心中的梦想让翟长青为改进和自研设备提供了近乎无穷的动力 他在多年的维修保养的工作中 针对进口元件价格高 供货期长 修复难度大等特点 对设备中的部件敢于替代 优化和改进 既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也为他研制中国自主设备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知识储备 当时在荷林县汉轨进口的那个GAS放电汉机出现问题 因为是一个进口的设备 几千万的进口设备 外国人说是主板坏了 需要换主板 工期要一个月 还要专门请外国专家过来换 这个时候我就跟领导建议 我就说我们自己来拆开主机进行检查 然后领导同意了 同意后我们就把主机进行打开 进行仔细检查 砸出一个小的电子元件电容器材 然后在合肥花了几块钱购买一支 然后就焊上去以后 排除了这个故障 然后我们焊机就正常了 只用了半天的时间 在中国高铁飞速发展的这十几年间 宅长青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还修过美国 德国 日本等来自世界各国的设备 并于201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从全国劳模开始吧 我觉得我还 就得以说自己的这个成绩还达不到 就包括咱们说这个大国工匠 我觉得大国工匠好像是在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某一项技术做到极致 其实我们就是普通的一个社会的维修人员 宅长青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参与者 也是见证者 虽然在他奋斗的这36个年头里 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和14项国家专利 但他并未停止前行的脚步 他希望把这近40年的工作经验 系统化 书本化 整理成为课堂上能讲 工地上能实践的知识 目前 宅长青利用自身优势 以传 帮 带的方式 定期组织开展优秀成果项目讲座 新技术交流 宅长青劳默工作室工地课堂 港卫实地培训等活动 卫铁路建设事业 培养技术骨干141人 我觉得一个是科技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 以及技能的提升 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结合起来 通过这些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 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自主研发 吸收引进国外的技术 来创造我们新的设备 以研发我们新的设备 来适应我们高铁的不断发展的需求 1949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铁路仅有2.2万公里 时速只有43公里 直至2008年8月1日 时速350公里的 京京成绩铁路的开通运营 实现了中国列车的陆地飞行 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 走过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 在这个过程中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高铁人 在高校实验室 工厂车间 新县建设工地 崇山峻岭 登波老路 他们共同托起了中国高铁 这一闪亮的名片 请不变沉咱们